由梁美芬提供的相片 可以見到她位於紅磡辦事處 大門和附近外牆都被人淋上啡色油漆 她在石劫尾的另一個辦事處 同樣被淋油漆惡意破壞 梁美芬沒有回應這次事件 是否和她對逮捕方案取態有關 梁美芬也說警方在較早前已經通知她要注意人身安全 她自己亦有小心防備 香港官方的警方說警方在較早前 香港官方說警方在早前已經通知她要注意人身安全 新聞電視記者 張淑慧報導